观战一把将将好久没看他的雕刻家了 囚徒古董游差加野人 这个阵容呢说实话我真不太觉得能打得过他的雕刻家 一刀抽 过板 为什么呢因为这刀阵容他不扎实 你看上去好像对吧 能打架的 但是你打到后面 你打的过程当中给一些存在感 那就很快到二阶 到了二阶以后呢 你将将的实际 关键这个雕刻家我们是见识过的 他的这个雕像有点吓人的 这边 我去对不对 上来 这一分钟不到人已经倒了 都感觉已经没什么玄奸了 野人的话离得非常远啊 这边古董上来救他是没搏命的 通缺到的是邮差 这边的话下一个眼吗 直接焚场 锁定你的位置下一个眼 野人这边考虑卖掉了 嗯也行吧 野人过来救呢 怎么地他给一刀存在感要给的吧 而且野人其实是有可能给到多刀存在感的 比如你骑租过来的时候打一刀 你下租的时候给你个实体刀 然后我这边再打一刀囚图是不是就到二阶了 这边是选择卖掉 卖掉的话就要彻底啊 不能考虑什么卡死救一波了 这边古董上过来 其实这个想法是比较危险的 这边的话手里面六个雕像 藍金刀给到古董上 这波救不下来的话就直接击击 救下来呢也已经大半挑命没了 你看对不对 这样这样这个 雕刻家 有点猛 说不出来呀 你看他这雕像放的就贼吻 来这边 开始追 邮差 是不是 是不是有点无敌的感觉 这个雕刻家 这个雕刻家呢就是骗大家去玩雕刻家的 但是 还是那句话 就没有他这个熟练度 这种雕刻家呢 我觉得就 没有个3000把 没有个5000把 也有3000把的雕刻家 就靠日积月累的这个练习练出来的 然后呢再加上他的一个个人天赋 毕竟他是跟博弈两个人对吧 之前霸榜雕刻家第一第二很久的 这边还有个飞轮 再补一波 结束了结束了 这没什么 翻盘的点了 这 诶 这怎么倒的 这怎么倒的 可能应该是哪个雕像回头的时候 这边油柴没注意到 这边的话 从高雕像下 合一波 来找野人 看死角 这把就变成两个人的单挑了 野人的话倒是能拖蛮久的一个时间 雕刻家这边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带底牌的 没带底牌 插眼插到底的 他这个天赋其实也很少见的 插眼插到底的一个雕刻家 回头过来 先把牛柴处理掉 然后我全心全意的去抓这边的野人 我们就穷者视角来看 就很清晰了 防不胜防 躲无可躲 找到野人了 来 最后 穷者视角 野人 野人这边应该是骑着猪 硬钢一波 还能怎么办呢 刷点分咯 总不可能要等到油柴流血流死 然后跳个地窖吧 补 没补上 这边的话 再一讲 好 追一刀 野人下桌 这刀的话 估计有点难追 因为这个移速 他除非是雕像 把人卡住位置 然后才能补得上 这一刀 不得不说 野人这一速 确实 想补这一刀应该是挺困难的 他估计要等 难道这样的话 就是纯雕像了 我觉得这边雕像也不要交了 我就跟着你 跟着你 等到你这边下猪了 我噼里啪啦 六个雕像一起上来招呼你 然后一刀 野人去摸油柴嘛 投粉厂 你想摸 是吧 摸就是定点 摸一个油柴的代价 是什么呢 一轮雕像直接人美 这一把真的是 这个雕刻家